台湾军事部门在九棚基地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 并接续于屏东执行重炮及拖叶导弹射击演练后 拟于9月初在一南外海启动一项高度机密 且特殊的新型电子战装备测试 此次测试预计将产生强烈电磁干扰 波及途径该区域的商业船只通信与导航系统 为此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广泛发布测试通告至一南外海区域 建议船只避开以保障航行安全 依据官方发布的射击测试公告 中山科学研究院定于9月2日至6日及9月9日至13日 每日上午8时至中午12时下午1时至6时 在一南县投城至苏澳间的海岸线及其外海延伸区域 实施电磁干扰测试 测试范围北界包括归山岛 此番大规模电磁干扰测试 旨在评估新型电磁站装备的效能 据悉 这些装备系 中山科学研究院专为特定需求研制 具备高度灵活性与强大的电磁压制能力 鉴于台湾本岛人口稠密 通信活动频繁 此类测试遂选定在远离陆地的海域进行 目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正测试或已投入使用的电磁站 及电磁干扰装备中 包括可有效抵御敌方无人机侵扰的反无人机系统 该系统覆盖陆军所需的全方位与定向装置 以及在世大运期间 协助台北市政府反恐的IED射频干扰系统 该系统能及时响应恐怖炸弹威胁 通过射频干扰阻止其引爆 并配备有功率更强 干扰范围更广的侦测定向车辆 与电子干扰通信车 据透露 现役的侦测定向与干扰车辆 能自动或手动宽频侦测 定向各类电子信号 并对VHF或UHF频段实施干扰 同时具备频道侦测 截获 解码能力 若两辆侦测定向车协同作业 利用扩展的侧向功能 可实现角度交叉定位 即监控战场通信 电子设备与活动 又提供预警 对敌方潜在威胁的电台 或无线电信号 实施电子干扰 达成电子战目标 相关人员强调 面对未来战场电子环境 日益复杂的挑战 中山科学研究院 持续以前战事角 推进新一代装备研发 利用更尖端技术 必求在电子战场上占据优势 旅行保护数字领土安全的使命 关于9月初 在一栏外海进行的 大规模电子干扰测试 其针对的具体装备性能提升 或新型号电子战装备的具体信息 相关方面尚未明确透露 在台湾的军事装备体系中 除了新型电子战设备外 还有多种辅助系统正在服役 共同增强防御实力 其中 台湾新式雷达诱导车 尤为引人注目 这不仅是台湾军事科技 自主创进能力的体现 也彰显了电子战策略的新思路 与传统雷达诱导车的 双结设计不同 这款新研发的雷达诱导车 独具特色 尽管其展示时介绍较为简略 可能出于军事机密的考虑 但从公开资料来看 该车采用了先进技术 旨在通过先进的雷达引导技术 而非简单的诱导或牺牲式干扰 使敌方导弹失去目标 该雷达诱导车的部署 显著增强了台湾军队的战术灵活性 和战场反应能力 特别是与裂峰导弹发射车的协同作战 显得尤为重要 裂峰导弹发射车 搭载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天界二型防空导弹 射程可达45公里 能有效拦截敌机及导弹 然而发射后位置暴露 一直是挑战 需快速转移 以避免被敌方锁定 新型雷达诱导车的引入 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通过其强大的干扰能力 误导敌方导弹 保护发射车 提升作战效能 此外 雷达诱导车 还能与无人机系统协同作战 如配合舰降无人机执行任务 诱导敌方反辐射导弹 增强战场生存力 无人机作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角色 易受雷达监测威胁 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 并捕捉反射信号来定位目标 无论无人机是否主动发射信号 雷达诱导车与无人机的结合 通过误导敌方雷达 提高了无人机在执行任务时的生存率和效率 尽管雷达系统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 但它们也存在局限性 因为电磁波会在多种物体上反射 导致雷达信号中混杂着复杂的目标图像 在此复杂背景下 运用特定的诱导机型或辐射场干扰 来迷惑敌方雷达 为无人机等关键平台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对提升战术灵活性和生存率至关重要 这些技术进步与创新 不仅展现了台湾在电子战与军事防御技术上的成就 也向全球彰显了其面对现代战争 挑战的战术多样性与应对能力 这些先进技术的综合应用 为台湾军队提供了丰富的战略选项与手段 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潜在威胁 在台湾近期的军事展示中 剑响无人机的两款特色型号尤为抢眼 一款专注于攻击任务 针对敌方导弹阵地和雷达战 另一款则作为无人诱导载具 专门用于干扰和误导敌方雷达 当这些无人机与台湾新研发的雷达诱导车 协同作战时 能极大增加敌方的误判和混乱 提升剑响无人机执行任务的效率和成功率 使其能够胜任更远距离更关键的任务 目前 剑响无人机主要部署在台湾本岛 并计划在2025年前 在外岛增设更多阵地与设施 鉴于其卓越性能 剑响无人机的量产数量 预计还将超出原定的108架 在全球军事格局中 无人机的作用越意凸显 如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利用TB-2无人机成功诱导 并破坏了俄罗斯黑海舰队 莫斯科号的防御系统 为海王星反舰导弹的 击沉行动创造了条件 这也凸显了台湾海军 正在发展的 暗制反舰导弹系统的重要性 该系统实施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自2017年至2026年 专注于熊二和熊三型 反舰导弹的生产 及固定阵地性能提升 台湾南部多县市 已建立相关设施 第二阶段 计划于2023年至2026年间 继续生产上属导弹 并开发增程行雄三导弹 同时在岛内选定12个地点 建设包括机动发射车 车库在内的综合设施 以进一步强化台湾海防实力 在当前的军事布局中 台湾军队已构建起一个 强大且全面的攻防体系 该体系 以雷达诱导车与猎风导弹车的 紧密鞋作为基础 补以剑向无人机 雄风导弹 及天剑二防空导弹 形成了一个 既能有效干扰敌方行动 又能实施远程精确打击 同时确保自身安全的 多层次防御网 其中 剑向无人机 扮演着干扰敌方的核心角色 而雄风导弹 与天剑二防空导弹 则负责远程精确打击 雷达诱导车 则通过模拟各类军事目标的雷达信号 为整个作战体系 增设了一道防护屏障 这种综合性的军事配置 显著增强了攻击与防御能力 成为保卫台湾安全的中坚力量 在现代战争舞台上 雷达诱导车 已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 全球军事技术 领先国家电子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军事防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美国军队的雷达诱导车 不仅技术领先 战术运用上也展现出 高度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其核心优势在于 能精确模拟多种军事目标的雷达特征 运用复杂的电子对抗技术 如干扰 模仿与欺骗等 有效误导敌方雷达与导弹系统 这种诱饵技术 使雷达诱导车 能模拟从单机到导弹 乃至整个军事基地的雷达反射特性 吸引敌方注意 显著降低真实目标被打击的风险 在操作层面 美国雷达诱导车 有经验丰富的电子战专家操控 配备顶尖电子战装备 这些车辆既能独立执行任务 也能与无人机 战斗机及地面部队等 无缝协同作战 在复杂战场环境中 无人机负责侦查与目标定位 雷达诱导车则专注于干扰敌方雷达 共同保护空中与地面部队安全 战术部署上 美军精心挑选雷达诱导车的部署位置 如军事基地周边或前线阵地等关键区域 显著提升敌方攻击难度与不确定性 迫使敌方在面对真假南边的目标时谨慎行事 此策略增加了敌方决策复杂度 延缓其攻击节奏 为美军争取了宝贵的反应与调整时间 增强了整体战略优势 技术层面 美国雷达诱导车 引入了先进的AESA雷达技术 实现了多目标同时追踪与干扰 作战效能大幅提升 同时 配备的先进通信系统 确保车辆能实时与其他军事单位保持紧密联系 根据战场动态灵活调整战术 确保作战行动的高效与精准 美国的雷达诱导车 在应对不对称战争环境中 同样展现出其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面对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的敌对势力 这些车辆能有效运用电子干扰手段 保护有军装备 抵御简易爆炸装置 及小型无人机等低成本威胁 在反恐行动中 雷达诱导车 还能通过干扰敌方通讯与指挥系统 显著削弱其组织与指挥效能 从而有效破坏敌作战计划 尽管美国的雷达诱导车 在技术和战术应用上 均领先全球 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 如何持续保持技术优势 随着全球范围内 包括非国家行为体赛内的各方 在电子战技术领域的快速进步 美国需不断对雷达诱导车 进行技术更新与升级 以维护其在电子战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 雷达诱导车的操作要求 高度专业的电子战术技能 这对美军操作人员的培训 与技能要求极高 因此美国军队必须在人员培训 与专业技能维持上 投入大量资源 以确保这些高技术装备 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综上所述 美国雷达诱导车 代表着电子战领域的 高端技术水平 不仅在传统战争环境中 赋予美军巨大战术优势 更在应对不对称战争挑战时 展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 与战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这些雷达诱导车 预计将继续作为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发挥关键作用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